45. 蘋果日報 升民政局長柳光華長十八區資源泛民則二偏邦建制派為區選POLO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2本報信2012年市民用選票向民建聯柳光華說 不失落立法會以隻的他船隻被量頒指維修再用 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昨天更作聲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有學者分析 特首梁振英以為連任POLO 故改任執行力更強的劉掌管負責十八區資源調配的民政局 牢牢控制地區事務 並為年底區議會選舉做好部署 有泛民則而留惑利益輸送與建制派地區組織 造成選舉不公 機者 陳雪寧梁振英作宣布任命劉光華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是 大讚他有豐富政治及行政經驗 強調今次任命是有能者居知 又只有人或質疑相關任命是否為選舉做準備工作 繼而稱地區工作有很多 而留有豐富相關經驗 現年58歲的劉光華80年代於政壇出道時屬泛民陣營 1991年立法局選舉落敗後退出港同盟成立公民力量 及後加入民建聯 出任立法會議員時有左旺等外號 以強硬見證 他在2012立法會選舉由新界東籍選轉展超級區議員 但落敗 當時網民在Facebook成立全港各界熱力慶祝劉光華樂選委員會 並帶同鄉濱到期辦事處外慶祝 但三個月後他旋職被兩真英委任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薪酬為18.3萬 時隔三年再作升為局長 人工再挑戰近30萬元 在梁敬逐年任政改期間 身為政制局副局長的劉光華專責聯系社團及地區組織 而他佔領運動時 則因與學聯對話時依然不發而成正圈階話 今次勝這一轉局當話是人 可見他心獲兩真英信任 因爲民政事務局職權廣泛 由地區工作 青年事務以至政府新聞處都由該局長管 以18個區議會運作以及地區資源調配 甚至選管會就選區或界等都與該局有關 有政界中人指 梁振英此時換上劉光華 是要進一步操控地區事務 為敬逐年任鋪路 因爲樓與社團及地區組織關係不足 有助聯繫支持 同時也能憑其人脈及經驗 為建制派在年底區議會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工黨李卓人肯批兩真英委任劉光華為民政局局長做法無恥 擺明車馬要透過樓掌管民政局 利益輸送與建制派的地區組織 導致本港公平 公正的選舉制度蕩然無存 公民黨梁家傑認為 民政局局長掌管地區資源調配的權力 而樓身為民建聯一員 應避免瓜田理下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港師蔡子強也指 民政局長掌握大量地區資源和政治情報 而樓市民建聯以往選舉的主力和大腦 認為此舉會惹起外界批評 但同屬民建聯的葉國謙則指 任命樓為民政事局局長不惜利益衝突問題 認為屁股指揮腦袋 相信樓出任局長後會公道 公義 公正 本部作向樓剛華查詢獲任局長 截稿前未獲回覆 適體體留言 連自尊和靈魂都可以放入垃圾桶堆 魚 沙 救於符 親親 曬689 狀風 兩班只等於垃圾站 區議會選舉在職 可能會加劇總票Fostman 垃圾桶可以做局長 那麼洗碗瓦姐都可以做行政長官啦 Fost Y U 其實是合情合理詞 A 垃圾政府用垃圾人系常識吧 Yankaiu Y U 當年他 選不到議員 葵烈斯 深到律辦公室外跳舞唱歌慶祝 但無能白癡政府硬要與文慧迪 找他做官 我可唔可以講粗口 資料來源 蘋果網頁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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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1個 supplement元 蛓口摸帶自立主社小的